- 本集影片附有超划算的優惠券,大家記得看到最後喔! 哈囉大家早安,我是明明,我現在來到了大阪的南波站 那今天呢我要幫大家開箱一家日本非常有名的家電量飯店 就是我身後的這個Adeon Adeon是日本前五大的家電連鎖店 那我們今天來到的就是關西大阪南波本店 它非常的大喔,總共有九層樓 裡面不只是有家電商品,還有像化妝品啊、土產啊、點心啊等等的應有盡有什麼都可以買得到 它的交通位置也很便利,搭到南海南波站 從二號出口一出展就馬上就可以看到這個Adeon本店了 它的位置也位於千日前商店街的最前端 所以還可以順便一起逛商店街,非常的方便 這家Adeon愛電王南波本店最有特色的地方呢 就是二樓它有一個電競專區 然後九樓還有一個叫做拉麵做的拉麵街 可以讓你在那邊一次享用各式各樣不同口味的拉麵 還有我個人最期待的就是四樓的化妝間 那這個化妝間呢是Adeon他們特有的服務 在裡面你就可以試用到最新的美妝家店 像是吹風機、梨子夾、美容儀等等的都可以在裡面體驗得到 所以這是我個人最期待的一環 那我們趕快就來幫大家開箱一下這一家愛電王Adeon 喜歡日本旅遊、愛吃日本美食 想看觀光獵家與四季美景快訂閱我們 記得開小鈴鐺接收所有通知才不會錯過新影片 我們現在來到了Adeon的八樓 那八樓這邊呢就是有販賣一些海外也可以通用的電器商品 除此之外呢還有一個很大區的藥品專區 馬上就可以看我身後大家一定會來買的太天衛傘 然後還有星表飛鳴啊、正路啊 正路啊我真的才剛買 所以大家來到日本一定會買的藥品 在這邊也都可以一次買齊 非常的方便 這邊真的很齊全耶 像是荷麗他命啊 你看各種size的都有 然後還有很有人氣的這個chocolat BBE這邊也有賣 那這邊馬上就可以看到EVE的品項也是非常的齊全 相信大家來日本旅遊的時候一定都會大量採購EVE吧 所以我覺得Adeon這邊真的非常方便 因為它不只是家電的品項很齊全 它連藥品的都是應有盡的 所以呢推薦給大家 欸有賣這個刮鬍刀耶 我覺得它外型設計的超漂亮的 雖然我沒有鬍子要刮 它就是把刮鬍刀做成這樣小小一個 所以如果你要出差或是出去旅遊的話 攜帶超級方便 可以推薦給男性朋友們一下 而且這台買得很好喔 現在全部都寫現在沒貨 所以大家要來之前呢 要先看一下哪裡有庫存 我們現在來到7樓 一搭電梅梯下來就看到這個超大的魔物獵人的火龍的大模型 我現在超興奮的馬上就是窄窄本性暴露 然後這邊呢它還有寫說就是 你可以把頭塞進火龍的嘴巴裡面來拍照 那我們來試試看吧 哇~~~ 哇~~~ 我們現在來到了7樓的玩具專區 那在7樓這邊不但有像是鋼彈模型啊 Tomica樂高這些玩具店可以買以外呢 還有大家最喜歡的電動區 像是我身後的PS5啊 或是Switch的遊戲主機 搖桿等等的這邊都非常的齊全 在7樓這邊可以一次買齊 這邊還有Synthex的試玩區耶 好爽喔 會搭配大螢幕 我們現在來到6樓 6樓這邊有一個特色就是 除了有販賣一些季節性的家電影 另外這邊還有一個 Made in Japan的酒品專區 種類非常的豐富 不只有日本酒、清酒 還有威士忌、美酒等等的 所以喜歡酒的話也可以來這邊逛一下 另外6樓這邊還有一區扭蛋專區 所以喜歡扭蛋的話也可以來這邊轉一下 我覺得這邊的日本酒品上真的非常豐富 馬上就看到社長最喜歡的櫃 這個櫃是山口縣出的日本酒 上次我們也有直接去他的酒廠去拍攝過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看我們山口縣與布施的那支影片 那另外這邊也有放就是台灣人最愛買的 他忌 像是他們最有名的二哥三分也可以在這邊買到 這邊很貼心的是它還有附上 金米五合的示意圖 那剛剛跟大家推薦的二哥三分 就是屬於這一種23%的部分 聽說酒米啊它只要磨得越細 味道就會更豐富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這個超可愛耶 JR電車的糖果 我現在看到一個我想要扭的扭蛋了 就是這一個 因為這一隻神奇寶貝是我最近非常喜歡的一隻 它叫做Pummel 那中文應該是翻成布波 你看我連手機的桌布也是用這一隻 超級可愛 我現在要來扭扭看 希望可以讓我成功的轉到我想要的布格 轉出來了 好緊張喔我要開囉 一二三 成功了 我超開心的 好我們現在來到五樓 那五樓這邊呢就是有賣一些廚房加電啊 或是像溫水瓶啊等等的 現在馬上要跟大家推薦一台 我超級想買的Panasonic的麵包機 這一台很厲害的是光這一台機器就可以做出43種變化 所以真的非常推薦大家 而且如果你害怕吃麵包比較容易會變胖的話呢 使用這一條機器它也可以做出低醣質的麵包 所以呢就算是想要影控的族群也非常的推薦 然後最令我驚豔的是 因為我在台灣就已經看過這一台的價格 大概都打折後也需要台幣一萬五左右 可是這邊竟然只要賣四萬六日幣 超便宜 然後如果是觀光客的話還可以免稅 所以非常推薦大家如果有來日本玩的話 可以搬這一台回去 另外還有一個想要跟大家推薦的就是這個 BONIC的低溫酥肥肌 因為大家現在都非常講究肉質的口感嘛 如果你用太高溫調理的話呢 其實肉質很容易會發散 所以現在就出了這一種酥肥肌 讓你可以低溫調理肉品 而且除了調理肉以外呢 我剛剛看它的說明書 它還可以拿來做優格啊 或是做一些卡士達醬啊等等的 非常的萬用 所以也推薦給大家 五樓這邊還有一個非常值得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這邊有一整區咖啡專區 像是我身邊這個啊 就是雀巢他們出的膠囊咖啡機 那可以看到這邊品項超齊全 不管是這種比較大型的然後顏色比較繽紛的 還是最基本的這種小型的都有 然後還可以看到除此之外呢 這邊有各式各樣沖咖啡的相關器具 另外這邊連咖啡豆都有在賣 所以咖啡愛好者絕對不要錯過五樓 你看這個好想賣這個喔 它因為是最後的庫存了 所以現在特價只要3480塊 就可以自己再加磨豆 而且我很喜歡它的設計耶 有點小小的而且又很高雅的感覺 很像那種中世界的風格 好喜歡這個喔 逛到中午左右我們覺得肚子有點餓了 所以就馬上搭電梯上來他們9樓 那Edion南坡店的特色呢 就是他們9樓有一個拉麵街 這邊有來自日本各地不同風格的拉麵店 總共有9間 所以呢如果你在Edion裡面逛類的話呢 也可以來他們的9樓拉麵街這邊 休息一下吃完拉麵 那我們今天準備要去試吃的就是 來自大阪的鹽味口味拉麵 Go 出發吃午餐 說到吹風機現在一定要幫大家介紹的就是Panasonic新出的這一隻 那它因為有搭配奈米水離子的功能所以呢吹起來會讓你的頭髮看起來更有光澤 含水量加倍 所以這一隻非常的推薦大家 雖然它的價格稍微高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非常在意你的髮質的朋友的話呢 很推薦可以入手這一隻 是很值得的投資 我發現它可以現場試用欸超讚的 剛剛可以看到它的風量真的非常大 而且我剛剛仔細看一下它這邊的介紹啊 它還有一個很厲害的功能 比如說你有染髮啊之類的 用這個吹的話也可以減少褪色 吹風機還有一個一定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這個SALONIA 這個也是我的愛拍 因為他們家的離子夾非常好用 然後在前幾年他們有推出這個 長相非常時尚的這個吹風機 可以看到它也是銷售開行榜的千三名之一 它體型非常的輕巧 但是它的風量其實蠻大的 所以非常的推薦大家 而且除了最基本的這三個顏色以外呢 還會每個季節推出不同的限定色 像現在秋冬的話 就是推出這一個粉膚色 還有這一個粉藍色 都非常的可愛 很推薦給有少女性的大家 像這個SALONIA的離子夾也是我個人超級推薦 我這一隻應該已經有了四年左右了 到現在都還是愛用中 那除了這種基本的款式以外呢 他們現在也有推出這一個高階款的版本 那當然價格會比較貴一點點 可是標榜更不傷髮指 而且我覺得它的設計也是非常的漂亮 讓你覺得很有高級的感覺 還有這一個日本品牌 Koizumi的電棒夾 也是我最近非常想買的 因為它真的很方便 你看它體積這樣子很小 此外它還可以USB充電 也有支援Type-C 所以真的非常的方便 比如說像你出差啊 旅行啊等等 你就可以放一隻在你的行李箱裡面 然後走到哪就可以捲到哪 我覺得超方便的 這是我近期很想要購入的清單之一 美容衣也是大家來到日本選購電器的重點之一 像這邊這一支 Yaman推出的EMS美容衣呢 就非常的適合 比如說你在意臉部水腫啊 或是肌肉比較容易緊繃的話 就很推薦你可以買這一支 EMS的功能呢 它是可以透過電流來刺激你的肌肉 到達放鬆還有舒緩的效果 而且這一支呢 也很推薦 比如說像是你在電腦前久坐啊 會覺得頭皮有點緊緊的 然後容易頭痛或是肩頸痠痛 也可以利用這一支美容衣 來達到頭皮放鬆的效果 所以推薦給各位愛美人士 還有上班族的朋友們 另外這一支Panasonic的美容衣 也非常的推薦 這支是屬於RF的款式 它的原理就是用電磁波產生熱能 來達到拉鐵的效果 而且這支還有新推出的功能 就是它連額頭都可以做使用 所以你如果擔心自己沒肩的紋路的話呢 就可以用這一支 說到體脂肪劑 大家一定都會想到歐姆龍跟TANITA 這兩個品牌 今天也要來介紹一下 那這兩個品牌最推薦的體脂肪劑 那像我旁邊的這一台呢 歐姆龍推出的 這兩個型號都是可以連動APP的 所以如果你是非常想要精準計算你的體脂率啊 還有體重管理的話 很推薦可以使用這兩台 因為連動你的手機 它馬上就可以幫你記錄每一天的數據 非常的方便 另外如果是家庭中想要使用 比較沒有那麼高需求的話 就很推薦TANITA的這一台 那它只要站上去之後 就可以輕鬆的幫你測量體重跟體脂 但是呢它竟然只要4900日幣 超級便宜的 那我們現在已經進到他們四樓專屬的這個E-Princess化妝間了 那進來的話一般人是一個小時300塊 我個人覺得非常划算 因為在這個一個小時之內呢 你可以免費的 一直試用他們這邊所提供最新美容夾點 還有提供一些像是這樣子啊 可愛的化妝品可以讓你試用 那這邊使用的方式是 你到櫃台登記完之後呢 可以一次選一種這種美容夾點 然後一次可以選四種化妝品 那用完之後你拿去歸還之後 又可以選下一種 我剛剛挑的就是一個韓國的美妝品牌 那像這個亮片也是我個人超愛的 我已經回購了可能有十支以上了 還有他們出的這個可愛的眼影盤 然後家電的部分呢 我是選了這一支Panasonic比較高級款的離子夾 那等等就馬上來試用看看 那提醒一下大家這邊這個化妝間是女生限定的 所以男生可能就要在外面稍等一下囉 現在我們來到的是三樓的影音家墊 現在我們來到的是三樓的影音家墊 一到這一層樓馬上就看到這個Marshall的專區 超吸引人的 像是這一台啊 拿不起來 像是這一台啊 無限的藍牙音響 我就覺得它的外型非常的可愛 它跟經典款比起來呢 體積比較小 所以呢如果要出去露營啊什麼的 帶出去也非常的方便 它最長的播放時間可以到30小時 超厲害的 這個是Marshall他們推出的耳罩式耳機 那它的特色是可以這樣折起來 所以攜帶非常方便 而且戴上去整個就是超度滿分 幫大家示範一下 那另外還有一個很厲害的 就是它只要充電一次 最長時間可以播放連續80個小時 所以蓄電量也是非常的夠 另外一個音響大廠BOSS的這一台 也想要推薦給大家 那它因為是防水的設計 所以非常適合帶去海邊啊登山啊等等的戶外活動 而且它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是 它後面有一個這樣子的扣環 所以呢你也可以把它別在你的自行車上 這樣就可以邊騎車邊聽音樂 超級方便 然後這一台的價格也非常的可愛 竟然只要日幣15000元 然後可以買到外型這麼時尚 又這麼方便防水的機型 我覺得真的是超推推 再來是這一個鐵三角的耳罩式耳機 也很推薦大家 因為呢它非常的輕量 而且價格也很親民 CP值滿高的 它的特色是雖然它是無線的藍牙耳機 但是它有著非常低的延遲 所以呢你拿來打Game啊 或是拿來線上會議都非常的適合 2樓這邊有販賣像是相機啊拍立得等等的電子商品 像Canon出的這一台V10也是最近很火紅的機種 常常在搭電車的時候也會看到他們的廣告 那特色就是真的非常小型非常輕量 而且它的螢幕可以這樣翻起來 很適合拍攝Vlog 像這樣子你就可以邊監看螢幕邊自拍 非常的方便 那它還有一個特色就是呢 它有美肌功能 所以也很適合女生朋友 如果想要作為Vlog的入門機的話 很推薦可以買這一台 2樓這邊還有一個電競專區 這邊有進駐的像是MSI啊 ROG等等的電競相關品牌 此外呢像我背後這邊還有一個電競遊戲體驗區 所以來到這邊如果你對於這邊的設備感到很好奇 或是想要體驗看看的話呢也可以現場在這邊試用 另外這邊也進駐了很多專業的服務人員 所以如果你對於這些電競相關的商品有什麼疑問的話 也可以直接問這邊親切的服務人員 最後終於到了大家最關心的環節了 就是免稅 那這一棟Adeon愛電網呢整棟都是可以免稅的 有一個專屬的免稅櫃台 那只要消費滿5000日圓以上 出示你的護照就可以在這邊免稅囉 外國人觀光客就是有這個免稅的福利 另外Adeon也有推出Coupon 出示Coupon的話就可以享有免稅 另外再有7%的優惠 那大家可以參考我們的資訊欄 我們會把詳細的連結貼在那邊 今天真的是在Adeon逛豪光滿 剛才不小心買了一大袋 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是他們四樓的 Eat Princess的化妝間 因為只要300日圓就可以在裡面 免費使用各式各樣最新的美容家店 還可以順便補妝超讚的 根本就是女生的福音 那另外這邊也有像是電競專區 可以體驗遊戲啊 或是早上我們去的日本酒專區 我覺得都是他們家非常有特色的賣點 所以推薦大家以後 如果想要買家電的話 也可以到Adeon來購物喔 那Adeon相關的店鋪資訊 還有優惠券 我們都會放在下面的說明欄 大家可以在下面參考 那大家如果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才能最快接收到我們的新上片訊息 那我們也有開啟會員專區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呢 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 支持我們做出更多更棒的日本旅遊影片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